没关系的 讲两句吧 对 还对不对方案了 对 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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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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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羞 没关系的 说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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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这边玩 咱们这边玩 来 看来 来 看来 打开你的 很多人在刚开始提案的时候 都会紧张 没关系 正是这种情绪 同时要相信和暗示自己 是个提案高手 讲出你的故事 注入你的感情 大家好 我叫叶璇 我是一名小小的设计师 在阐述之前呢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今天好好吃饭了吗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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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 我是想表达 让我们现在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事业很重要 谈恋爱很重要 交朋友很重要 照顾家庭也很重要 吃饭反而变成了最次要的事情 但是我认为呢 吃饭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它贯穿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而且也能记录我们美好的日常 所以我觉得它值得被认真对待 胡总打造的浙雅萱呢 就是一个能让我们好好吃饭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胡总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所以 她把对生活的热爱 带入到了食物中 也可以用食物 时刻地提醒我们 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这就是浙雅萱 想传递给大家的品牌精神 我说完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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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